台南市登革热疫情截至今日上午 由卫生局统计数字为1974例 立新增两起死亡病例 市议员洪玉凤林燕柱今日上午召开戒者会 要求市长赖清德市府团队将市政重点放在防御登革热 且开学季即将到来 议员希望校园登革热防治能够做好 洪玉凤指出 卫生局今日宣布因登革热导致死亡病例增加至4例 目前能住在加护病房的重症患者还有数十人 洪玉凤质疑市府是否有隐匿疫情 除了死亡病例增加 台南市的登革热 我看今天下午就会破2000了 因为氛濫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到今天早上已经1974位 我们也担心说台南市政府 他的整个市政团队的螺丝是松的 他是非常没有危机感 我们看到高雄有这样子登革热疫情的时候 应该他们民众在在运动的西欧公团 甚至就有风源了 但是我们台南市的文化局非常的勇敢 我们文化局那天高雄风源的时候 文化局是带着我们的民众 还有他的主办团队进驻到登革热 非常泛滥的第一灾区 就是我们的北区 回方雅七 去那里办文化瓦当 林彦柱表示 台南市登革热疫情如此严重 市政府办理的活动却一个接着一个办 林彦柱呼吁市府和文化局 是否暂时停止办理活动 难道台南市民的生命不值钱吗 一场活动下来进千人 里面小朋友那么多 然后富人老人家那么多 那市长说的台南市民通通没抗体 那你也讲登革热是你没办法处理的 我们现在市民非常的忧心 要讲身为民意代表更忧心 是你身为市长 你身为市长又是医生 然后呢 我们的副市长也是医生 我们的卫生局局长也是医生 那怎么台南市会变成这么的严重 所以我只能讲 是不是应该要放下你个人的恩怨 尽速处理这样的问题 洪于峰最后呼吁市政府和文化局 应该将活动暂停 将控制登革热疫情放在第一顺位 所有市民不希望自己因为参加活动 而染上登革热 记者黄俊怀 林志德 台南报道 voters 台北指导人 我们的婚礼 便当处理